神真是很好的 神真的很好 我们今天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我们今天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刚才Ruby都说得很好 我是唱时间的 OK 唱时间都唱得这么好 我今天的标题就是第29节 我今天的标题就是29节 一切有血气的 一切有血气的 一个也不能自夸 一切有血气的 一个都不能自夸 一个也不能自夸 仿佛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结论 那个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结论 所以我就用它来成为标题 我就用这个爱丞尔的标题 我们把这张圣经分为三段 我们把这张圣经分三段 《新约书信》《保罗书信》里面 前面都是有一个例行的祝福 就是民安和感谢 那保罗书信就是前面都有一个例行的祝福 感恩 感谢 是一个书信的格式 一个书信的格式 所以每封书信前面都是有感恩 所以每个书信都有感恩 有问安 有祝福 是一到第九节 那是一到九节 就是做了这两件事 就做了这两件事 问安和感恩 但是每个问安和感恩里面 都是针对当时教会的需要 那每一个问安和感恩 都是针对当时教会的需要 也都是有真理在里面 那我们从他的那个文安和感恩里面 都可以看到这间教会一些的情况 那我们从这个问安和感恩里面 也看到这个教会的一些情况 也看到使徒保罗讲的 关于这种状况的一些真理 也看到使徒保罗所讲的 关于这种状况里面的一些的真理 我给第一节到第九节的标题 就是充满恩惠的教会 一到九节我给的标题是 充满恩惠的教会 第一节到第三节 一到三节 讲到教会的本质 教会的本质是怎样 一个教会的本质是怎样的 奉神指以蒙照在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 同兄弟所提来写信给 在哥林多神的教会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 成圣蒙照作圣徒的 以及所有在各处 求告我主耶稣基督知名的人 奉主旨意蒙昭作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 同兄弟所提拟 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 蒙昭作圣徒的 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 基督 保罗是蒙昭 保罗是蒙昭 作耶稣基督的使徒 蒙昭作耶稣基督的使徒 他是神call他 就是神拣选他出来 神在很多人里面拣了他出来 神在很多人里面拣了他 拣了他成为基督的使徒 呼召他成为基督的使徒 就是传递基督的信息 就是传递基督的信息 是基督所差遣的 所以保罗他是带着基督的差遣 是面对着哥林多教会 所以保罗是带着基督的差遣 来面对哥林多教会 事实上哥林多教会是他建立的 哥林多教会其实是保罗建立的 他这里提到兄弟索提尼 他这里提到兄弟索提尼 索提尼就是哥林多会堂 一个管会堂的人 保罗在哥林多传福音的时候 带来一个福音 保罗在哥林多传福音的时候 带来一个福音 他在哥林多有年半以上的时间 他在哥林多待了年半以上 就是一年零六个月 就是一年零六个月 再加上多日 再加多日 多日有多久就不知道了 他在那个地方 带来当地的一个福音 他在那个地方带来当地的一个福音 以至于犹太人 犹太信徒是很不妥却 以至于犹太信徒 就是对他是不行的 就起来攻击他 起来攻击他 当时这个索提尼 当时这个索提尼呢 又是被当地的犹太 犹太教的信徒 所攻击 因为他信了耶稣 因为他信了耶稣 就被当地的犹太教的人攻击 他们要攻击保罗 但他们攻击不了 他们要攻击保罗 我却不得法 因为加留不理 就是做方法的 不理这件事 因为做方法的 那他不理这个事 所以他们就找这个索提尼 来出气 他们就抓住索提尼 在他身上出气 后来保罗就离开哥林多 后来保罗就离开哥林多 哥林多教会的创立 是使徒保罗去到那个地方 行神迹歧视 是神差派他去 并且在那里建立这个教会 那哥林多教会的建议就是 保罗在那个地方行神迹歧视 是证明神差派他在那边来 他是蒙神所呼召的使徒 他是蒙神所呼召的使徒 他说他写信 跟这位为到哥林多教会 而受苦的所提的弟兄 一起写信给哥林多 神的教会 他就跟这个为主所受苦的 所提尼 就是一起写信 来给哥林多教会 神的教会 神的教会 一个教会是神的教会 一个教会是神的教会 不是人的教会 不是人的教会 不是属于任何一个人 不是属于任何一个人的 他是属于神 他是属于神的 他的本质都属于神 他的本质是属于神的 他的本质不是属世的 他本质不是属于世界的 所以我说到 为什么要提神的教会呢 在其他书信没有提神的教会 在别的书信没有提神的教会 这里特别提到神的教会 其实已经指出高林多教会 它应该是怎样的 而它的问题在哪里 高林多教会应该是怎样的教会 它的问题在哪里 高林多教会是一个充满血气的教会 高林多教会是一个充满血气的教会 所以保罗在这里问安和他的感谢 其实就为他们属神的那一部分 和他们蒙恩的那一部分 去大大感谢 这里写信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感恩 就是为着他们属神那边 那方面大大来感恩 神的教会是怎样的呢 就是在耶稣基督里 成圣蒙照作圣徒的 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成圣蒙照作圣徒的 不是凭着人的什么 不是凭着人的什么 不是凭着血气 不是凭着血气 所以一切的血气都没有可夸的 所以一切血气的都一无可夸 而是神自己的工作 而是神自己的工作 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圣 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圣 就是你能够成为圣结 被神越纳是因为耶稣基督 在耶稣里面 在耶稣里面 还有蒙照是神呼召你 蒙照就是说是神呼召你 没有耶稣你们什么都没有 没有耶稣你什么都没有 因为耶稣 因着耶稣 因着基督 你们是蒙照 你们是蒙照的 你们能够成圣 你们可以成圣 成为圣徒 成为圣徒 圣徒就是Saint 不是一般人 而是圣徒 也很难解释 就是圣洁的人 就是圣洁的人 是有神的属性 而不是属性 而不是属性 神的教会 就是一般这样的圣徒 神的教会 就是一群这样的圣徒 这帮人 他们在基督里面 他们是成圣 和蒙照 是在基督里面 成圣蒙照的 他们不是凭血气 他们不是凭血气的 他又问候 这些以及所有在各处 求求我主耶稣基督 他也问候 其他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 基督之名的人 就是神的教会 和所有是跟基督的 神的教会 还有所有跟基督的 求告主基督之名的人 他跟他们讲 基督是他们的 也是我们的 他跟他们讲 基督是他们的 也是我们的 我们大家都有一起 拥有一位基督 我们大家都拥有 同一位基督 我们是合一的 我们是合一的 我们大家都在基督里面 我们大家都在基督里面 我们大家一起拥有基督 基督是他们的 也是我们的 基督是他们的 也是我们的 所以他问候 去祝福这个教会 神的教会 来问候 祝福神的教会 和所有求告主名的人 还有所有求告主名的人 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大家一起拥有基督 我们大家一起拥有基督 愿因为平安 从神我们扶病 主耶稣基督归于你 愿恩惠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 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 作为神的教会 作为求告主名的人 我们是有从神而来的 恩惠和平安 作为神的教会 和求告主名的人 我们是有从神而来的 恩惠和平安 我们是有神的恩惠 和平安 我们是有神的恩惠 所以第四节到第九节 他就说 这个恩惠是多少 四到九节就讲 这个恩惠是多少 是怎么样的 我尝尝为你们感谢我的神 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我 你们的恩惠 我尝为你们感谢我们的神 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 是神给你们有恩惠的 是神给你们恩惠 你们是充满恩惠的 怎样充满呢 怎样充满呢 又因你们在他里面 凡事付足 口才知识都存备 正如基督的见证 又因你们在他里面 凡事付足 口才知识都存备 正如基督的见证 在里面兼顾了你们 正如基督的见证 在你们里面兼顾 你们是蒙恩的 满满有恩惠 你们是蛮有恩惠的 凡事付足 凡事付足 口才知识各样都是存备的 口才知识各样都存备 就是没有一样缺乏 就没有一样缺乏 没有缺乏到什么地步呢 没有缺乏到什么地步呢 好像基督的见证 好像基督的见证 基督是所说的 我们信基督应该有的 你们都有了 我们信基督应该有的 你们都有了 这一切在你心里是坚固的 这一切在你心里面 也是坚固的 你们是满有这些恩惠 因为你们信了耶稣 在耶稣基督里面 给你们很多恩典 在耶稣基督里面 你们得到很多恩典 凡事付足 你生活越来越好 生活越来越好 一无所缺 一无所缺 物质无所缺 物质没有缺 口才无所缺 口才没有缺 知识无所缺 知识也一无所缺 都存备 都存备 这个其实全部都是基督给我们 这全都是基督给我们的 以至你们在恩赐上 没有一样不及人的 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 以至你们在恩赐上 没有一样不及人的 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 你们样样都存备的 你们样样都存备 你们在恩赐上面 也都没有一样不及人的 你们在恩赐上 没有一样不及别人 不单单只是物质 口才 知识 不单只是物质 口才 知识 恩赐 恩赐 也是 没有一样 你们比人差 没有一样 你们比不上别人 其实神给这些 基督给这些 在这个地上 叫你继续侍奉它 以至到它显然为止 基督给你们这些 是叫你们在这地上 继续侍奉它 直到显现为止 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 神给我们这一切 是要我们侍奉它 等候它 祂也必兼顾你们 到底叫你们在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日子 无可责备 祂也必兼顾你们到底 叫你们在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日子 无可责备 作为一个教会 我们充满神的恩典 作为一个教会 我们充满神的恩典 我们从神 好到我们得着一切 我们从神里得到一切 物质的口才 知识 物质口才 知识恩赐 其实就是要侍奉它 等候它回来 其实就要侍奉它 等候它回来 不单止这样 不单止这样 神还会保守我们 直至到耶稣基督回来 我们是充满神的恩典 已经给了我们 这一切 甚至有一些 还有一些 没有给我们的 神都会继续 用那些一切 来托着我们 以至我们到基督回来的日子 是无可责备 以至我们到基督回来的日子 是无可责备的 以至我们可以坦然的见主面 以至我们可以坦然见主 神是信实的 神是信实的 你们原本是祂被召的 被祂所召 好与祂的乙子 我们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你们原是被祂所召 好与祂儿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有分 教会还有一个盼望 教会还有一个盼望 不单止是 物质口才知识 不单止是物质口才知识 恩赐 恩赐 还有神一切 其他的恩典 来包住托着我们 让我们无可责备 其他的一切的恩典 包住我们 我们叫我们无可责备 我们要等到耶稣基督回来 我们要等待的是耶稣基督再来 在耶稣基督里面一同得分 那与耶稣基督 在耶稣基督里面一同得分 我们是有分于基督的 我们是有分于基督的 基督所拥有的将来 将来基督所拥有的 神给基督的一切 神给基督的一切 我们都要得着 我们也要得着 所以说 你们愿是被他所召 好于他的义址 我们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你们愿是被他所召 好于他儿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基督 他来到地上 基督来到地上 他成为我们的救主 他成为我们的救主 神将他升为之高 神把他升为之高 他在万民之上 他在万神之上 万民之上 他得着一切的荣耀 权柄能力 教会 我们 哥林多教会 要与他一同得分 将来所得到的是什么呢 将来所得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基督会得到的 我们就会得到 基督得到的 我们也会得到 我们在以弗所书 我们看到是万有之手 我们在以弗所书 看到我们是万有之手 我们其实是带领万有 来归向基督 我们是带领万有 来归向基督 基督是自大自高 自荣耀 基督是自大自高自荣的 我们要跟他一起 我们会跟他一起 得分 就是其实participate 在基督里面 就是participate在基督里面 现在我们在基督里面 我们是被召 我们是成圣 我们在基督里面是被召成圣 成为圣徒 现在我们是圣徒 现在我们是圣徒 但是弟兄姊妹 但是弟兄姊妹 我们的道路不单止是在圣徒 我们的道路不单止止于在做圣徒 我们成为圣徒 我们成为圣徒 我们生活无忧 我们生活无忧 凡事富足 口才知识全备 口才知识全备 我真的觉得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越来越好 我真的是觉得信了耶稣以后 是越来越好 我自己这么经历 我看到我们弟兄姊妹 每一位都是这么经历 我自己这样经历 我也看到我们弟兄姊妹 也是这样经历 在主人我们看到 我们台上有四个人 主日我们看到台上有四个人 我 阿丁奴 姚基 和Johnson 我 阿丁奴 耀吉 Johnson 我们都是经历患难 我们都是经历患难 我们都是贫穷的 我们都是贫穷的 出生的 愚绝的 出生是贫穷的 愚绝的 什么都不是 但是你看我们现在 我们真的各样都很有成长 但是你看我们现在 我们在各方面都有成长 是基督给我们的 并且神是托着我们 并且神是托着我们的 我们一起走在神的恩典里面 我们一起走在神的恩典里面 我们每个人都靠着神的恩典 继续往基督靠近 服侍祂 等候祂回来 我们就是继续靠近神的恩典 在祂里面继续服侍祂 今天我成为一个蒙恩的圣徒 其实我们有一个盼望 其实我们有一个盼望 基督显现的时候 基督显现的时候 我们要与基督有份 我们要与基督有份 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神给基督的 我们都一同得着 我们一同得着 不单单是天上的产业 不单只是天上的产业 天上一切 天上一切 基督要与我们分享 我们的眼目 现在就不要单单看着我们现在怎样 所以不要单单看着我们现在怎样 现在香港情况怎样 现在香港情况怎样 现在我的经济情况怎样 现在我的经济情况怎样 告诉大家 至于你的经济不是很理想 基督都会托着我们 基督还是会拖着我们 除了凡事腐足 刚才所说的智慧口才 还有基督一切其他的恩典 除了凡事腐足 一切的口才知识 还有其他基督一切的恩典 会拖着我们 直到耶稣基督回来 直到耶稣基督再来 无可责备 与基督一同得分 是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心意 是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心意 一个真正的教会 一个真正的教会 蒙恩的教会 一个蒙恩的教会 充满恩典 充满盼望 专心等候神 仰望神要给我们将来的祝福 仰望神将来给我们的祝福 现在已经蒙福了 现在已经蒙福了 将来要更大的祝福 将来有更大的祝福 所以我们不要停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不要停在这个地方 也都不要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败坏下去 不要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败坏下去 而哥林多教会 就是停在这个地方 而哥林多教会 就是停在这个地方 就败坏了 就败坏了 所以使徒保罗就劝勉他们 所以使徒保罗就劝勉他们 第十节至第十七节 十到十七节 不可自以为有智慧 不可自以为有智慧 不可自以为有智慧而分党 不可自以为有智慧而分党 这个是他们的问题 这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 这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 他们自以为自己很有智慧 他们自以为自己很有智慧 于是就是分门结党 于是就分门结党 教会就分裂了 教会就分裂了 弟兄们 我借着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劝 你们都说一样的话 你们中间 也不可分党 只要一心一意 彼此相合 这里分党这个字 原文是争吵 分党这里的字 原文就是争吵 是分争 分裂 分裂 他说你们只要一心一意 彼此相合 说你们只要一心一意 彼此相合 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就是分门结党 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就是分门结党 整个教会 他们本质上 神建立他们的时候 他们是神的教会 是属神 本质上神呼召他们的时候 他们是属神的 是神的教会 但是他们败坏到现在 是完全属血气 但是他们败坏到一个地步 完全属血气 他们是分门 他们是分门的 保罗说我怎么知道 就是吉内士的人 告诉我 保罗说我怎么知道呢 是因为格莱斯加里的人 告诉我 你们里面有纷争 说你们中间有纷争 你们在那里争吵 你说你们有争吵 以至分门结党 以至分门结党 保罗说 我的意思是 讲清楚一点 保罗就说 我的意思是 讲清楚一点 就是你们各人说 就是你们各人说 我是属保罗的 我是属保罗的 我是属亚波罗的 我是属亚波罗的 我是属基法的 我是属基法的 我是属基督的 我是属基督的 起码我就看到你们分为四党 保罗党 基法党 亚波罗党 还有更大的基督党 保罗党 亚波罗党 基法党 还有更大的基督党 这样你们其实是不对的 那这样其实是不对的 那他就说 你是属基督 基督是分开的吗 然后你们是属基督的 基督是分开的吗 答案当然不是 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吗 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吗 答案当然不是 你们是奉保罗的命受洗吗 当然不是 你们奉保罗的命受洗吗 当然不是 保罗说 他就说我感谢神 我只是为哪几个人受洗 保罗就说 感谢神我只为谁受洗 其他我都不记得了 其他我都记不清了 基督猜我来 原本不是受洗 为人施洗的 基督猜我来 原本不是为人施洗 乃是为全福音 乃是为全福音 我全福音不是用 智慧的言语 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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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用智慧的言语 来全福音 我不是用智慧的言语 全福音 你们讲智慧 你们自夸 你们自夸 自以为有智慧 自以为有智慧 所以你说我是属哪个党的 所以你说我是属哪个党的 其实亚波罗是一个 很有好才很有智慧的人 其实亚波罗是一个很有口才 很有智慧的 就是保罗接纳他 保罗接纳他 为他圣灵充满 就是保罗两个的门徒 就是保罗的两个门徒 遇见他 就跟他讲 在当时的人都是追求智慧 在当时的人是追求智慧的 一会儿经文会提到 等一下经文就提到 他们觉得自己是有智慧 他们觉得自己有智慧 觉得彼得就好一点了 基法就大一点了 基法当然比保罗大 基法当然比保罗大 大使徒 他是大使徒 亚波罗 哇 真的 他的师父很厉害 亚波罗 他的师父很厉害 他真的很有学识 他真的很有学识 口才知识 口才知识 他是最厉害 基督就更厉害 基督当然更厉害 但是因为当地有保罗建立的教会 所以很多人也跟保罗 因为保罗是建立当地教会的 所以很多人也跟保罗 他们是忠于保罗 他们是忠于保罗的 但是有很多人又起来 敌当保罗 闹保罗 有很多人起来就抵挡保罗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很有智慧 他们觉得自己很有智慧 觉得保罗没有智慧 觉得保罗没有智慧 所以他们不选择跟保罗 所以他们不选择跟保罗 但是教会是保罗所创立 但是教会是保罗所创立的 所以在当地就变成分门结党 所以在当地就有分门结党 是保罗建立教会 但是我们现在不属保罗 是保罗建立教会 但他们说我们不属保罗 有些人说我们是属保罗的 有些人说我们是属保罗的 我们是属保罗的 保罗带我们信耶稣 保罗带我们信耶稣 保罗为我们施洗的 保罗为我们施洗的 有谁要跟保罗 有谁要跟保罗 很多人举手 有谁跟保罗 比特是大师兄 比特出身保罗 都不知道在哪里 很多人举手 比特是大师兄 谁要跟比特 有很多人举手 后来又杀出个亚波罗出来 后来又杀出一个亚波罗 比特是渔夫而已 比特是渔夫而已 保罗呢 这个光头的 不用理他 保罗光头的不要 亚波罗又帥子 又讲话又帅 亚波罗又帅 讲话又好 谁要跟他 很多人跟他 谁要跟他 就很多人跟他了 还有一些人 还有一些人 这些都是人来的 基督是神 基督是属基督的 谁属基督 大家又举手 他们又举手 那彼此就争论 这个就是 你们中间有了纷争 结党 并不是一心一意 彼此相合 并不是一心一意 彼此相合 彼此高举自己所夸的 那彼此高举自己所夸口的 在这里比谁有智慧 在这里比谁有智慧 属保罗的 保罗很有智慧的 属保罗的 就保罗很有智慧 属亚波罗的 亚波罗更有智慧 属亚波罗的 亚波罗更有智慧 属彼得的就是 彼得更有智慧 属彼得的就是 彼得更有智慧 没有智慧怎么做大师兄 没有智慧怎么做大师兄 哥林多教会面对这样的问题 哥林多教会面对这样的问题 这个时候 使徒保罗其实 他在以弗所 这个时候 其实使徒保罗在以弗所 以弗所又经历一个 很大的复兴 以弗所又经历一个 很大的复兴 他在以弗所这个地方 就写信给哥林多教会 他在以弗所这个地方 就写信给哥林多 所以先跟他们说 蒙恩的教会 所以才跟他们说 蒙恩的教会 一切都是恩典 一切都是恩典 我们除了恩典 都是恩典 我们除了恩典 还是恩典 恩典加恩典 我们还有一个盼望 恩典加恩典 我们还有一个盼望 将来在基督里面一同得分 那个都是恩典 将来在基督里面一同得分 那个也是恩典 是我们的期望 是我们的期望 为什么你会失去那个盼望呢 为什么现在就困在自己的问题里面 各人高举自己的智慧 个人高举自己的智慧 在夸自己的智慧 甚至属保罗的这一党 都说保罗很有智慧 甚至属保罗一党的人 就说保罗很有智慧 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说 我并不是用智慧的言语 来传福音 所以保罗这里特别讲 我并不是用智慧的言语 我并没有为你们钉十字架 你们也不是因我的名而受洗 你们也不是因我的名而受洗 我只是基督的使徒 我只是基督的使徒 我来到全福音 我来这里是全福音的 并且不是用智慧的言语 并且不是用智慧的言语 当大家在夸他们 各有各的智慧的时候 当大家夸自己各有各的智慧的时候 保罗说我不是用智慧 保罗说我不是用智慧 不是用人的智慧 不是用人的智慧 第十八节至到三十节 十八节到三十节 这里有两个重点 这里有两个重点 这里讲真正的福音 这里讲到真正的福音 福音不是人的智慧 福音不是人的智慧 不是人的智慧 不是人的智慧 福音是什么呢 福音是什么呢 神的瑜伽 是神的瑜伽 神的瑜伽 基督是神的瑜伽 基督是神的瑜伽 这个是前面第十八节到二十五节所讲的 这里是十八到二十五节所讲的 基督是神的瑜伽 基督是神的瑜伽 后面信徒都是神的瑜伽 后面讲到信徒都是神的瑜伽 你们讲智慧吗 你们讲智慧吗 神的智慧不是这些 神的智慧不是这样 在世人来看神是瑜伽的 在世人来看神是瑜伽的 你先看一下基督 基督是神的瑜伽 基督是神的瑜伽 因十字架的道理 在那灭亡的人为瑜伽 在我们得救的人 却为神的大能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 在那灭亡的人为瑜伽 在我们得救的人 却为神的大能 我们跳了 因为时间关系 因为时间关系 神岂不是叫 这世上的智慧 变成瑜伽吗 神岂不是叫 这世上的智慧 变成瑜伽吗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 既不认识神 神就乐意用人 所当作智慧的道理 拯救那些信的人 这就是神的智慧了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 却不认识神 神就乐意用人 所当作瑜伽的道理 拯救那些信的人 这就是神的智慧了 犹太人要神 即希腊尼人要求智慧 我却是全 钉十字架的基督 犹太人要神记 希腊人 希腊人要求智慧 我们却是 全钉十字架的基督 犹太人是希望看到神记 犹太人是希望看到神记 世上的人 是希望讲求智慧 世上的人是讲求智慧 而我们呢 却是 全十字架的基督 我们却是 全钉十字架的基督 在犹太人为半个石 在外邦人为瑜伽 在犹太人为半角石 在外邦人为瑜伽 外邦人 看我们都不顺眼 不得的话 外邦人 都看不起我们 但在那蒙照的 无论是犹太人 起立利人 基督总为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但那在蒙照的 无论是犹太人 希腊人 基督总为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因神的余着 总比人智慧 神的缘弱 总比人强壮 因神的余着 总比人智慧 神的软弱 总比人强壮 基督总为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基督总为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神的智慧 神的能力 是基督 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是基督 是钉十字架的基督 在人看来是愚着的 在人看来是愚着的 在犹太人看来是没有能力的 在犹太人看来是没有能力的 基督十字架 怎样有能力 被钉十字架 哪有能力 但是这个正是神的智慧 但这正是神的智慧 人可为愚着 却是神的智慧 人看为愚着 却是神的智慧 所以人不要 给自己的智慧 不要自夸自己的智慧 所以人不要自夸自己的智慧 我们信基督的人 不是说谁的说话是聪明的 我们信基督的人 不是说谁的口才好 而是基督的救赎 而是基督的救赎 第六到三十节 二十六到三十节 就是三十一 就是说我们 所有蒙召的人 相信耶稣的人 其实我们都是软弱的 就是讲到所有蒙召的人 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都是软弱的 弟兄们 可见你们蒙召的 按着用体 有智慧的不多 有能力的不多 有尊贵的也不多 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 我们都不是说 原本有智慧 有能力 是很尊贵的 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 不是原本就很有能力 很有智慧 是神拣选了 世上愚绝的 叫有智慧的收拒 又拣选世上软弱的 叫那强壮的收拒 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 被人厌恶的 以及那无有的 为要废掉那有的 神去拣选了世上愚拙的 叫有智慧的修慧 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 叫那刚强的修慧 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 被人厌恶惧的 以及那无所有的 为要废掉有的 这里不断出现 拣选拣选拣选 这里不断地出现 拣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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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拣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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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的 拣选远弱的 我自己读到这里 我真的很感动 我自己读到这里 真的很感动 不单止哥林多教会 保罗说你们 就是这样被拣选 不单止哥林多教会 保罗说你们 就是这样被拣选 我自己也是这样被拣选 主日你看到 我们四代都是这样被拣选 主日的时候 你看到我们这世代 都是这样被拣选 孩子们 你都看到 你自己都是这样被拣选 孩子们 你们也看到 自己是这样被拣选 神拣选你不是因为 你很有智慧 很有强壮 很有力量 神拣选你不是因为 你很有智慧 很强壮很有力量 神拣选我们 我们自己真是卑贱 神拣选我们 我们自己原本就是卑贱的 愚拙的 愚弱的 愿弱的 我看我自己真是这样 我看我自己真的是这样 今天神使用611 神使用我们 今天神使用611 使用我们 神使用我 神使用我 其实是给大家看到 是让大家看见 神不是拣选智慧的人 聪明的人 有能力的人 神不是拣选智慧 有能力 有聪明的人 神是选一个 什么都没有的人 神拣选的是一个 什么都没有的人 就是我 软弱的人 软弱的人 有很多人比我厉害 有很多人比我厉害 我小时候羡慕很多人 我小时候羡慕很多人 甚至信了耶稣的时候 都羡慕很多其他的人 甚至信了耶稣 还是羡慕很多其他人 他们各样都比我好 他们各样都比我好 家庭环境比我好 家庭环境比我好 又有父亲的硬币 又有父亲的硬币 也有很多四叔伯的帮助 又有很多叔伯的帮助 又有钱 又有神学院的栽培 又有神学院的栽培 而我是什么都没有 当时我只要能够跟着他 我就可以了 当时我就想 我只要跟着他就可以了 我就心满意足 我就心满意足了 但是觉得 今天 真的看回香港 在这个地上 神是大大拣选我们 真的现在看 神在这个地上 真的大大拣选我们 没有人会想到 当时的张景龙 今天的张恩怜 是可以建立这么多教会 没有想到当年的张景龙 现在的张恩怜 可以今天建立那么多教会 当日 我找人做我的术灵父亲 都没有人要我 那时候我想找一个术灵父亲 都没有人要我 所以我今次 我在台北六一的台北灵量堂 六十五周年的时候 我就上来 我多谢灵量堂收留我 所以这次在台北 六十五周年的时候 我上台我就 感谢灵量堂收留我 多谢周牧师收留我 谢谢周牧师收留我 多谢周牧师要我 谢谢周牧师要我 其实我当时是走投无路 那时候我是走投无路的 2001年 2001年 灵量堂接纳那些 灵量堂接纳我们 不是因为我厉害 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厉害 我想周牧师对我一份信任 和一份感情 而是周牧师对我 一份信任和感情 因为我曾经在 台北灵量堂 是聚会过一段时间 因为我曾经在台北灵量堂 聚会过一段时间 神选我不是因为我很好 神选我 不是因为我很好 有很多人比我好 但是我看到神今天简选我 就是叫一切有血气的 在神面前一个都不能自夸 保罗从教会 从使徒 从基督 从信徒 来证明 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 保罗从基督 从使徒 从教会 来证明 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 你们得在基督 耶稣女士本父神 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 智慧公义圣结构属 但你们得在基督 耶稣里是本乎神 神也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 圣洁救赎 如经上所记 夸口的当子者主夸口 如经上所记 夸口的当子者主夸口 一切有血气的 一切有血气的 一个也不能自夸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真的拥有很多 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真的拥有很多 无论你是小组长 无论你是小组长 或者神已经提升你 你成为大老板 或者神已经提升你 提升你成为大老板 没有一个人能自夸 而这份谦卑合一同心 而这份谦卑合一同心 今天我们在香港 成为教会很需要 是 今天我们在香港 成为神的教会 成为社会很分裂的时候 成为社会很分裂的时候 我们真的不要自夸 我们真的不要自夸 Amen 好 祝福大家 好 祝福大家